音乐使人变得更聪明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但这是真的吗? 有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呢? 音乐可能影响智力的哪些部分 要实现这些益处需要什么? Hello大家好,我是爱马仕老师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 音乐会使人变得更聪明吗?这个话题 喜欢我视频内容的别忘了点赞、收藏、订阅和转发 对于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问题 其实科学家也很感兴趣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面 有许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 探讨了音乐和心智之间的联系 而所有这些研究的结果都表明 的确是音乐家的认知能力比非音乐家更好 并且这种效应在多个智力领域都普遍存在 研究表明在阅读能力、空间能力、记忆力、感知力 和执行力等各个领域 有过系统音乐训练的人表现更为突出 所以当科学家给这些人在做大脑CT扫描时 他们看到音乐家的大脑体积更大 连接更多 神经效率更高 此外研究还表明 成为一名音乐家不仅仅与提高认知能力相关联 事实上音乐训练可以在许多认知领域带来改进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领域的大牛都会一门乐器 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和达芬奇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 甚至可以比拟到专业水准 很多人都只知道达芬奇是个画家和发明家 他其实也是音乐家 他甚至帮助改进了当时的乐器 然而音乐使人更聪明 并不意味着与音乐的任何互动都会产生这种效果 那证据表明了 仅仅是听音乐是不会产生长期的影响的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莫扎特效应 是吧 很流行的观念就是认为 听莫扎特的音乐会使你的孩子变成小天才 但其实这只是营销 媒体营销的一种手段和策略 让大家产生了误解 但是长期学习音乐或者学习一门乐器 所带来的益处却是数不胜数的 那么什么时候适合开始学习乐器呢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都会问的问题 一门乐器的学习 当然需要等孩子的各方面机能 都成长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开始 可是我们在母体当中 最先发育成熟的就是听觉系统 当孩子出生后 感官系统和视觉系统 也逐渐发展起来 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发展 他们的大脑和认知能力 那音乐训练是非常好的媒介 而且音乐训练一定要越早越好 Smart Start 这起音乐教育 是由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 The Royal Consultory推出的一项全新的 具有革命性的音乐类早教课程 已有130多年历史的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 是全球音乐教育领域的全美机构之一 它的RCM考级是北美最权威的考级体系 Smart Start这起音乐教育 是由皇家音乐学院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开发并形成完整体系的课程 针对0到6岁的儿童 用音乐的形式发展儿童的认知能力 包括注意力 记忆力 洞察力和认知灵活性 孩子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记忆力 空间能力 执行能力等 都超过了同龄人的表现 这些研究数据和成果都显示了 通过音乐训练获得的认知能力 可以转化到其他领域 使音乐成为生活中 任何道路上有价值的补充 Smart Start的教育理念是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接受 高质量音乐教育的机会 音乐教育要尽早开始 并且有效的音乐教育 是需要经过良好训练的教师 和精心构建的课程 Smart Start是为每个年龄段的孩子 量身定制的 并且所有的教材 是基于游戏和音乐互动的课程模型 通过对音乐的身体感官 从而来促进我们大脑的发育 孩子们在Smart Start的音乐课程中 会学什么呢 每节课的内容 都是由专家和老师精心设计的 课程的内容包括 节奏节拍 音高 速度 音量 音乐结构 音色 以及记性演奏等等 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 唱歌 聆听 演奏乐器等方式互动 最终达到发展认知 开发大脑的目的 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 10年的研究数据表明 凡是学买了一段时间 Smart Start音乐课程的孩子 他们的语言能力 对数字字母的认知 记忆力 唱歌的音准等 都比同龄人高出了至少30%以上 并且当他们准备开始学习一门乐器的时候 他们的进步速度也比同龄人明显的快很多 Smart Start音乐课程和其他早教课程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不用已经预录好的音乐在课堂上播放 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表明 单纯听音乐对大脑的帮助是不大的 那孩子们正在处在大脑开发的黄金时期 只有老师带着孩子们 手、眼、脑、嘴、全身的大运动和精细运动等全身心的投入 参与其中才是最大限度的开发大脑 所以课程采用全程老师演唱演奏的方式 这是Smart Start最大的优势和亮点 这么好的课程要去哪里上呢 在这里我非常自豪的宣布一下 我本人是Smart Start音乐教育的首批认证教师之一 目前也是BC省唯一拿到皇家音乐学员授权的老师 这套课程目前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 方便大家选择 线上课程我们是全网首播 所以给我们的第一批学员的福利课包是直播加录播的方式 每周学生可以和老师实时互动的同时 也可以自己在家跟着视频练习 线下课程 9月份起我们会在北苏里和南苏里开设两个授课地点 欢迎各位家长扫码咨询 作为老师 并且深爱教育行业 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学生们的成长 我在这里等你 带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期见